大家平安,欢迎继续跟我们一同来阅读圣经 我们今天来阅读马可福音第三章 我把那个焦点放在第一到第六节 这一段的经文记载主耶稣在安息日的时候 在会堂里面医治了一个手萎缩了的病人 这个人的手可能是受伤,可能是小儿麻痹症 还是其他的原因导致他的手是瘫痪的 因此主耶稣在安息日那一天来医治他 那主耶稣医治病人那不是一个问题 那个问题在于那一天是一个安息日 经文其实说得很 在描述里面就帮助我们注意到这些种种的细节 圣经说耶稣进了会堂 在那个地方的时候有一个人他的手是萎缩了的 这个人可能常常都在会堂 可能在会堂的门口 可能就是他在那边寻求人的帮助 可能在经济上寻求一些的援助 又或者这个人是一个在当时候在会堂那边 是一个忠心的信徒 每一次会堂的聚会他都会在场 那么那一天是一个安息日 大家在会堂聚集要敬拜神的时候 圣经说众人就把那个焦点放在耶稣 以及这个病人的身上 在第二节 众人为了要控告耶稣 就在窥探 耶稣会在安息日做些什么事情 这个众人是谁呢 很有可能是指法利塞人 因为在第六节那边讲说 法利塞人出去 立刻和西律一党的人商议 要怎么样除掉耶稣 这个众人不是指一般的民众 而是特定指这些的宗教领袖 这些律法的老师 法利塞人 他们教导人 要怎么样遵守律法 那遵守律法为了什么呢 遵守律法是为了要显出对神的敬畏 律法是一个的记号 神与祂子民立约的记号 因此守律法是要显出彰显一种的生活生命 是对上帝的敬畏的一种的生命 这是守律法的那一个的前提 然而经文是什么说呢 这一般的人律法的教师 他们在这个神圣的地方 在这个会堂 会堂就是为了聚集敬拜上帝的 在那个时候可能是一个聚会的时候 但是这一般的人 他们的眼睛是朝向哪里呢 他们心灵的眼睛 而他们肉体的眼睛 都在做同一个的方向 都没有转向上帝 他们在做什么 他们在归探耶稣 为了要找到控告的把柄 他们的心没有敬拜神 他们在归探耶稣基督 弟兄姐妹 我们在敬拜的时候 主日崇拜敬拜的时候 我们的心是不是完全的转向上帝呢 又或者我们在注意旁边的人 怎么他唱歌 身体摇动得那么厉害 他怎么唱歌举手 还是他唱歌为什么走掉 我们会不会有这样子的一种的情况 如果我们的焦点 当然有些人的动作太大会引起我们的注意 但是如果我们的焦点一直放在那个人的身上 没有转向上帝的话 那么那一天我们就没有真正在敬拜上帝 那弟兄姐妹 我想这是一个提醒 经文说到这一般的人 他们在那个敬拜上帝的时刻 但是他们的眼目 确实去看耶稣 去看耶稣不是要去效法他 更是要去找到把柄 来去控诉耶稣 在这一群的人的眼中 上帝不是他们的焦点 他们没有为了要敬拜上帝而聚集 那一个的病人不是他们的焦点 那个病人只不过是一个工具 让他们能够找到把柄 去控告主耶稣基督 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完全没有专心敬拜上帝的一群的人 这是一群敬拜里面的最糟糕的一种的表现 就是念名我们 免得我们也像这些的法利赛人一样 我们的口里面传讲信息 我们成为教导别人的人 但是我们的心却远离神 圣经说 主耶稣他是知道的 那他对那一个的病人 他就吩咐他起来站在当中 然后他就向周围的人问说 安息日行善行恶 救命害命 那一个是合法的呢 大家都无言与对 不能够作生 因此圣经说什么呢 第五节那边 耶稣就入目 还事他们 而且因为他们心里面刚硬而忧伤 主耶稣明白这一群的人 这一群的人为了找把柄 但是主耶稣没有退缩 他做应该做的事情 他医治这一个的人 但是当他问这个问题的时候 他才给众人一个的机会 帮忙这一群的人 特别是这一群法利塞人 教导律法的教师 他们晓得按神的心意来回答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其实一点都不难 在安息日 行善行恶 那一个是合法 肯定不是行恶 行恶在平时都不合法 那么安息日行善合法吗 救命害命 害命肯定不行 平日也不行 但是在安息日 但是在安息日救命合法吗 患了手的病人 萎缩了手的病人 就痊愈了 但姐妹我们看到这是一种奇妙的作为 耶稣基督奇妙的医治 发生在这一个的病人身上 很可惜 耶稣医治了这一个的病人的手 但是这一群心里面仇视耶稣的人 这群心里面要抓耶稣把病的这一群的人 他们的心灵却不愿意被主耶稣来医治 主耶稣发生了一个问题 要医治他们 但是他们却拒绝医治 然这个手瘫痪的人 顺从了主耶稣的医治 他的手就痊愈了 姐妹今天你跟我 我们要在神的面前 寻求祂的面 当主耶稣对我们的心说话的时候 我们要快快回应祂 免得我们硬心 免得我们持续的抗拒拒绝神 那是非常可怕的 就神怜悯我们 我们同行祷告 天父上帝我们看到主耶稣 祂给人机会 这一个手瘫痪的人 他回应主耶稣 他就得到医治 然而这群法利塞人 却硬心不愿意 回应主耶稣的邀请 主要怜悯我们 免得我们向这群法利塞人 我们的嘴唇靠近里 心却远离你 那是非常可怕的事 救助怜悯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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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